多是什麼意思 請做說明 這個版本我們已經有修正了 沒有多這個字眼了 哈 立正 沒有這回事喔 你剛才跟你們的幕僚在問 似乎不是很清楚喔 我請問 本期手上就有這個多 你什麼時候改 你什麼時候改 業者在四千多家的時候 是有多 講這麼重大的事情 為什麼要讓民眾消費者不安呢 請問 現在有沒有多 有多嗎 你剛剛為什麼要說沒多呢 人生生都活南流 人生人都生南流 是非局勢中優勒 是六道九十勝 哈哈 因為快要過年才要歡樂一點喔 謝謝主席本席想邀請農委會主委 請 陳主委 主委你好 我想在去年十月你喊出要推廣台灣豬的標章 那你也說了第一階段要有十萬家的這個業者加入行列的這個目標 那所以呢 農委會幾乎出動了所有的團體單位 大家一起來推動來完成這個KPI 這是對的 本來大家就是要互相去支持喔 那所以呢 但是本席發現在這個我們的切結書上面 本席覺得邏輯很奇怪 我們原本是說在這個內容裡面 切結書上面是說為國內 為飼養豬肢 為國內飼養豬肢 但是呢 我們會在新的這一波裡頭 是加了一個多 多 多為國內飼養豬肢 所以呢 侯求定位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哇 侯求定位真的是很倒楣啊 他就也是很負責 他就下架 多 為什麼要加這個多 所以大家解讀 以前呢 是為國內飼養豬肢是百分之一百 那你現在弄一個多 那這個多是什麼 是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六十就好 還是怎麼回事 請做說明 非常謝謝委員關心這個議題 就如同剛剛委員講的 推我們的台灣豬標章的大方向是正確 就是因為 我們要讓很多的消費者 不管去買賣我們的農產品的場所 或者是餐飲場所 讓他知道他消費的是多產 所以本席到現在 我還是堅持瘦肉精零檢出 所以你這個切結書 為國內飼養 欸這個很好啊 百分之一百啊 多是什麼意思 請做說明 第一個這個 謝謝委員這個多 這個版本我們已經有修正了 沒有多這個字眼了 所以這是第一個說明 等一下 沒有這回事喔 你剛剛跟你們的幕僚在問 是不是很清楚喔 我請問 本席手上就有這個多 你什麼時候改 你什麼時候改 業者在四千多家的時候 是有多 像這麼重大的事情 為什麼要讓民眾消費者不安呢 我特別說明一下齁 我們當初在討論的時候 請問 現在有沒有多 有啦 但我在講的是 有多嘛 你剛剛為什麼要說沒多呢 我在講的是 當初 本來一開始 我們在推台灣豬標章的時候 我們的定律範圍是什麼 請你告訴我答案好不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現在我們的切結書到底有沒有多 有啦 有 沒有多是不是百分之一百 原本的版本啊 是沒有 我當然是百分之百 對啊 那多是什麼意思 你讓我 來請告訴我 多是什麼意思 對 我就在寫 多是什麼意思 第一個 我們只要貼台灣豬標章的 它如果是 生鮮豬肉的 豬肉 要百分之百是國產豬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它的那個可食用部位 可食用部位就像我們的豬腳 那我們的內臟 豬肝豬新豬會等 這叫可食用部位 也要百分之百是我們的國產豬 這個第二個說明 第三個 就是豬肉會去做很多的加工製品 加工製品的主原料 來自國內的國產豬 就可以貼我們的台灣豬標章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當初在切結的時候 為什麼後來有加了一個多這個字眼在這裡面 多 你這樣說法 現場的人聽得懂嗎 我原本是百分之百就是國產豬 沒有來客奪法安總 你現在多一個多 我本期來請問 我聽不懂 本期請問 多是不是因為 百分之九十 你回答本期的問題 多是不是因為百分之九十就可以 百分之六十就可以 是不是這樣 豬肉是百分之百要國產豬 可食用部位也要百分之百是國產豬 多是什麼意思 多是針對加工製品的主原料 主原料 要百分之百是國產豬 你這個多是不是多得很奇怪啊 你是不是為了 要充這個十萬家 沒有 不夠十萬斤我來充一個十萬家 我們的政策目標 沒有我們的政策目標 在這現場有人聽得懂那個多是什麼意思嗎 我剛講很清楚 就三個部分 你還聽我說嘛 豬肉百分之百多產豬沒有問題啊 你講的這三種原本在他的商店裡頭都已經有在賣了啊 是啊 那為什麼要加一個多呢 這個多是針對加工製品裡面的主原料來自國內 原本就已經有在賣了啊 那為什麼原本這個本來就是這樣子啊 本來我們切結書都已經為國內飼養的豬隻啊 生活是百分之一百啊 你加一個多 誰聽得懂 你提這個問題很好 我請那個 你不要給我評論我提問題好不好 請說明 保護主席保護委員 那多一個多 對我跟委員回覆一下 因為這個切結書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原來設計是右邊這個版本 那後來因為我們的規範在制裁局的規範主文裡面是有修正 就是說我們所有使用的豬肉 及豬直接可食部位 及其加工製品的主原料 多數均為國產豬 那因為我們規範修了 所以我們後來中央續產會 也配合去修切結書的那個字眼 對嘛 主委你這樣也在聽清楚了 這其中有鬼 你本來就是 沒有沒有 你聽我講完 本來非常敬佩你 你是 國內豬隻我們的飼料 絕對是瘦肉精零檢出 這是你所做的公道 當然 這個公道是這樣 那我們本來就是 國內生產什麼什麼什麼的嘛 對 你所說的 它即使是加工品 也是一樣啊 你現在來一個多 讓民眾摩煞傻 大家嚇死了 為什麼 而且直接懷疑 你不要讓人家懷疑 人家直接懷疑 因為你充不到10萬家 所以用一個多 來讓他們 你通通都可以 60% 70% 90% 都可以 我們就是因為沒有 要從所謂的加速 我們反而在審查的時候 非常的嚴格 希望你給社會大眾說明清楚 因為 跟你切結的人也 無煞傻 教育者也無煞傻 對不對 怎麼會多一個多 你讓我在10秒鐘說明 貼台灣豬標章 它的豬肉百分之百國產豬 它的可食用部位 內臟蹄膀等 百分之百國產豬 你講三遍了 我都會背了啦 好 接下來 我們希望 也就是 一定要零檢出 這個目標 好 那接下來 本期要請教 豬肉的價格 77.3 跟同期 66.3 增加17% 您告訴我們說 是因為 這個大家會害怕 吃到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所以反而台灣豬的價格漲 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其實我要特別跟委員講 是不是這個原因 委員你也來行 是不是這個原因 是不是這個原因 請告訴我 你說哪個原因 時間扣除 主席台 我講的題目 你不給我聽 你講你的 本期說 同期 去年66.3 現在77.2 77.3 增加17% 的豬肉價格 你告訴我們說 因為大家 國人怕吃到 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所以我們台灣豬肉 反而漲 是不是這個原因 第一個 是因為國內的季節性的需求 要過年 所以需求比較強勁 是不是這個原因 以前沒有漲值7% 當然 這一個所謂的 如果 它用進口 現在改成用國產 增加需求的這個部分 我們當然非常的 一個樂觀其成 但不會 是因為這樣 讓它所謂的豬肉的價格 立刻反映到 所謂的這麼高的水準 是因為在去年 我們就特別提醒 進口的豬肉已經比原來的 過去的這幾年的同期 少了30%以上 所以這一個其實在業者 早就改過來了 所以這波的 價格的漲糊 是因為國內的 你不要講話 所以 現在 好 它也是 不是全部的原因 但是也是原因之一 但不是主要的原因 對 不是全部的原因 所以這個價格波動 都是在過去五年的合理換的 第一個 豬價長 我們要再看到消費者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的豬肉 量跟值要顧好 那再來 我們就看價格 就山養 因為快要過年 這個一定要好好看管 接下來本期請問 農機補助我們編列10億 編列10億 那個人去申請 是只有補助 三分之一 33% 那經過這個協會 是這個40% 但是坊間有提出 協會要求 經過他補助的 透過他 去申請補助的 要有樂捐 有沒有這回事 各位報告 這個謝謝委員質詢 在特定的 我坦白講 就是 一兩個縣市的基根協會 產生這個問題 對 我們第一個要求 把所謂的不樂之捐 全部一月底前 推還給農民 這是第一個說明 第二個 今年 我們做法 不會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完全由農糧署 各地的辦公室 直接來受理 大型的農機具的這樣的一個申請 那避免這樣的情勢 那當然 小型的農機具 我們也會照推 而且是要具體的照顧他們 其實委員知道嗎 那個我們現在自動化 機械化最重要 所以本期告訴你 我們要保障農民的權益 我們也謝謝協會的努力 但是有這樣子 縣市的事情出生 發生了 我們一定要管控好 是 要讓農民得到旺子彈 他說他也不敢不敢 不敢 對不對 所以一月底以前要退回去 對 他們都已經退回去 最後一個議題 航海的問題 沙巴魚 龍膽石斑 說八九度就完蛋了 很不敢 農民的心血啊 航海的補助到目前 因為現在地球暖化的問題 所以很多頭腦沒有想到他會跑出來 所以這一些航海導致這樣的原因 我們一直說暖化 結果是這一次今年 航海最嚴重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怎麼補助 我跟各位報告 我真的用最快的速度 我為一位擠落擠白擠 都陸續公布西部地區 縣市的養殖餘溫 因為韓海而受影響 所以農民可以去申請天然現在救助 這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打破 有史以來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今天韓式就會出去 那魚 以韓海來的時候 如果你讓它死掉冰毒 那個就沒有價值 它是火的 在被棍塊死掉之前 如果還可以 採收那是生鮮安全的 那 漁民 採收完之後 可是如果今天我們公告了 鄉鎮區公所的人再去看 看不見了 這樣很難認定 我們用什麼方式 我們用科學專業的角度 而且也符合我們相關的法規 只要溫度 預估就快要 超前部署 你聽說 溫度低於某一個度 以下 比如十度以下 超過十點鐘或多 全部的 有養殖當季的 比如說這次的文革 跟那個 市牧魚混合區的 混合飼養的 都可以直接 我們用科技的方式 來超前部署 不用讓我們鄉鎮區公所為難 也不用讓漁民 民有受害而領不到 就像我們的統甘嘛 以前是要落果 現在頂屁股掉在市外 因為這次統甘也是很重要 所以還沒有結束 請問 這一次含害我們 你預估 大概金額補助是多少 現在的損失已經超過一億了 而且 它會遞延性 還有 會持續的還有 本期要請教就是這個 天然信心在救助 絕對用最快的時間 讓農民都拿到 但還不行 我覺得 我們要大力的去推農業保險 因為感謝 經濟委員會的所有委員 在上個會期通過農業保險 這是因為農業保險水產的部分 投保93件 93件都獲得理賠 所以本席就要告訴你 跟你討論一個重點 農業保險 的農業品項 因為我們碰到這樣的問題 本席具體建議 請你們去將農業保險的農業品項 目前93項還要再擴大 還要再擴大 保障農民好不好 而且我們要 擴大 甚至這些保單 將來如果萬一這樣的損失都可以出險 我說出險就是農民 你多久時間可以告訴我們 農業保險的這個品項 要擴大的項目 今年就開始出來 我們已經在 要大幅度的去執行 台中的來 303件的投保 303件都出險 都獲得理賠 本席請教農業這個保險的品項 一定要增加 你盡速告訴我們的農民好不好 讓他們得到保障 好不好 謝謝 好 謝謝